植物的种子如何传播有话是问题有意思的老花姨你们会用那个种子播种吗 我们不会基本上不会偶尔也会啊我给大家说几部分嘛一看来你要这种 这种的话呢我们是极少去用种子去播种的这个富贵值这种啊 你有种子种到这么大在我们北方的话没有两年长不到这么大可能在广东的话一年多就长这么大了是吧 在我们北方两年都长了所以说我们不会考虑 但是另外一种呢像这个九里像我们就会去播种了 你看我们的九里像呢这个种子的产量就非常的大这个是多种的多花的这个品种叫红宝石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新品种 这个呢就会播种大部分的花就是大家能接触到的都可以通过种子去传播你要在大自然界我就不用说了像这个东西呢它时间长了它会变红 变颜色之后呢会很醒悟会用鸟啊去释出各地的一般 在大自然界里面你可能一万颗种子就活那么几颗在我们大棚里面就不会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会尽可能的让它成熟了这些果子之后呢我们就进行种了种的时候呢 像这种绿绿的种子没有完全成熟 你得等它红最好是叫什么呢瓜熟地落等它落下来的种子是最好它自然熟了嘛 然后呢播种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一个比较充分的肥沃的一个土壤了都有时间的再给大家好好招招然后呢再给大家说几个什么事呢 月季的种子你种出来它不好它发芽率也低所以说月季这一块你别行事了 还有一个种子很好玩啊鲜克莱百合也有种的百合不建议大家玩种子种子的话一般是育种公司那种会去弄它们基本上也是用下面的球明白了吗 鲜克莱很好玩鲜克莱跟百合很像它下面第一个呢球也会长大第二个呢它会受粉也会结种 你像猪顶红的话哈同伴的大部分是不会结种子啊只有单伴的会 所以说还是要靠着一些个分球还是靠一些单伴的杂交当然了这个东西很很庞杂这个说起来也一时半会说不清楚有时间的时候我买点种子教给大家如何种种子吧做一个系列的事就不说记得点关注啊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用的养花知识我是老花一养花知识再来说吧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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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